卫安妇又让谢长廷借力使力 将了国民党一军 巧妙的连接上党产问题 谢长廷连番机制又犀利的回答 虽然都是面对媒体记者的麻辣发问 但谢麻两个人 却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风范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看到了 谢长廷先生在美国的接受国内媒体访问 谈到国内关系的议题 他的回应是非常精准的 这就是幽默所谓有制多心支撑的谢长廷吗 同样的问题 如果真的他面对的话 到底会怎么样来做回应 只是看到面对媒体的一个反应 看来跟马云九可能显然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焦点 从马云九的long stay来看起 再来看看谢长廷这几天在美国的所见跟所言 我们来介绍今天现场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民进党立委黄伟哲 主持人大家好 好继续是资深媒体人吴国栋 国际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亲民党立委冯定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请到郭东大哥 我们刚刚看到马云九的long stay这回 即将也接近尾声了 今天已经25号 28号就要结束 那么到处的三天当中 今天首度碰到有人 这么一大群的人来包围他来呛他 刚才画面结束之前看到老农民推他那几把的一个动作 也真让人家为他捏一把冷汗 蓝绿的一个对立这个时候当然 或许马云九是某种程度的无辜受害者 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在想来看是不是 接下来行程他只会往南走 再来是云嘉南再来高高屁 越往南走恐怕对马云九来讲 面对的状况是更加坚钱 没有错 国主问你刚刚这样分析很正确 越危险让南部走是越对马云救这个long stay 是越重大的抗炎 怎么说呢 驚你这个状况已经就看得出来 如果不是独自的对马云救 已经越参与这个怀疑 主要原因就是他的long stay的包装 已经发生破洞了 他的这个秀已经让人家觉得说 你并不是真正在long stay 停留在我们这个农地农间里面 来跟我们了解我们的生活了 完全是如果来作秀的话 对于农庄那些果园家的竞产人 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他们摆出这样的正式 应该是马云九团队 应该早就可以理解的 而且第一个阶段这么失败 我想他的第二阶段 这个云嘉南地区 我想应该要重新思考 因为云嘉南地区大部分都是农民 你第一阶段里面至少还有台中市 台中县比较都市型的 也许对他的理解跟欢迎不一样 那我看看今天这个 这是一个第一个检验 第二个检验就是他对三立女记者 这件事情我认为马云九的这种 对女性的魔咒已经开始也破功了 为什么讲呢 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他对女性记者讲话 会那种态度 大家都以为说他是针对三立电视台 某种程度针对电视台 你可以很正面严肃的来表达意见 来抗议也好 对三立电视台有任何报道 对他不公你都可以提出来 可是你面对一个女记者 这个女记者既然他也承认他是马迷 他也是马迷 你竟然如此的修辱他 我相信很多女性都看了都害讨 说马云九究竟是什么心态 对你的事 是他认为女人本来就应该要迷他的吗 还是什么心态 我想越往南走女性的这一些 中南部的女性朋友 可能对他的感觉会越来 表现会越来越激烈出来 这个也是马木了 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 几个重要观点 所以说今天遭到一个围攻 围包围呛下的一个状况 就像刚刚公大哥提到 到底跟星期一这一期的 这个马云九来呛 我们三立电视台女记者 是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联性在 那么这起事件对他来讲 形象我想没有伤害恐怕是骗人的 那么伤害到什么样程度呢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策略的部分 调整马云九阵营 是不是这时候该来一并的 做检讨检讨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状况是自找的 汪委员就觉得 那没法度了 其实我觉得马云九作为一个 他想要参选总统的人 他当然是要越往南部走 他想要做一个全民总统也好 或是他向往南开拓 不过我觉得他对于这个媒体的态度 我觉得一直 过去他想要带给人民的印象 是说他是一个很千充为怀的 他是一个很优雅的 他是一个很有生日风度的 不过在最近我想都已经破功了 尤其刚刚国同大哥也说 但是除了这之外 我觉得我还发觉 事实上蛮有一个糟糕的个性 就是说他只听得进去顺耳的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应该这样 好听的 坏听的 难听的 你都应该听 所以他会觉得说 对听不顺耳的媒体 或者说他看不顺眼的媒体 或认为说他有偏见 或认为说对他有偏见的媒体 他就采取一种非常敌视的态度 这不仅是从这个女记者的一个 会变得了 我所得令你 无缘的调整 不正的恋意 我能不能够 会变得了 正好 这不仅是什么 会变得了 我会变得了 这个词 两个字 我会变得上 这先提到 还可以变得了 我会变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